噢,HELL NO 等等,這些只是電影情節而已 人工智能不一定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經歷 早在1956年,人工智能這個名詞正式誕生 到70年代,出現針對腦膜炎診斷的專家系統 雖然準確率不高,但可以說是AI醫療先驅 時至今日,AI對醫療的幫助已經發展到可以一次過滿足五個願望 所謂預防性於治療,但很多大大小小的疾病初期都不容易發現 AI可以演算各種大數據和生理訊號資料 針對性分析每個人的疾病風險、小致流感、大致癌症、失智症都有望預視得到 以十大癌症之一的皮膚癌為例 近年積極發展AI醫療的台北醫學大學開發了一個聊天APP 只要在手機輸入基本訊息,再拍下身上的字 就可以初步評估有沒有患皮膚癌的風險 總確率達93% 我們平時看醫生,動一點就排隊 排得來都病好了,有AI就不同了 AI語音助理龍頭之一的Alexa 最近跟英國國民保健署合作 隨時隨地為國民提供醫療建議 Alexa, what can I do about my migraine? Most people find that sleeping or lying in a dark room is the best thing to do when having a migraine attack 當然,Alexa不是無所不知 Alexa, what's my blood pressure? I don't know that one 還有病人私隱問題 AI語音助理至今都未保障到 幾乎個個看完醫生都吃藥 但吃錯藥就分分鐘出人命 而AI在這兩大方面就好幫到手 例如台北醫學大學研發的安全系統 發現處方藥物和診斷有出入時就會提醒醫生 當然,系統仍未能夠捕捉所有不當廚房 至於研發新藥 生物科技權威期刊自然生物技術 刊登過一項研究 傳統技術的新藥鑑定過程 需時10至20年 但新的AI系統只需3個星期 AI與人的分別就是AI不會累 在專業的醫生都會犯錯 香港醫管局提出2019年底前 試行AI臨場應用、偵測和複審肺部X光片 講到這樣,南韓在2019年9月已經用AI判讀X光片 20秒就可以判斷有沒有肺結節 準確度高達94% 最後,AI在幫助行動不變者方面都頗有成果 近年,外骨格機械人大行其道 法國有間大學研發一款外骨格機械人 在病人腦部附近植入感應器 給電腦學習和感應患者的大腦訊號 並轉發成指令動作 令建議下癱瘓的病人靠想法重新走路 除了以上講的五大總功能 AI醫療還向其他方面不斷發展 包括用AI輔助做手術 甚至靠聊天機械人治療心理病 講就講得很神奇 但AI醫療仍然存在不少爭議 例如法律問題,AI做錯決定誰負責? 收集大數據又會不會侵犯太人私隱? 又例如社會問題,AI會不會令大量醫護失業? 這些阻礙都是令AI未能在短期內廣泛應用於醫療的原因 更多途徑,更加方便 立即加入我們WhatsApp、Telegram和Instagram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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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